再来看到这个美景 这是在彰化的一安宫 这里海边就只有一公里的距离 而庙方舍立抗长风 在庙城上面挂上了三千颗的灯笼 这灯亮了是形成了一片非常梦幻的灯笼海 另外也是在彰化 同样是在这个原青关 从大年初一开始 则是会有向天宫戒胆的活动 你只要直交取得圣碑的话 就可以将文胆或者是武胆带回家 三千颗灯笼在棚架上随风飘逸 宛如走进隧道 多元风格从Q版卡通灯笼 到专业风景化通通有 色彩缤纷交织形成一片灯笼海 走在其中处处有惊喜 吸引全家大小一起同乐 用以前古老的那个 灯笼的方式 制造紫散的那个方式 去改灯笼 把它保存的保存下来 避免这个强风的这个袭击 梦幻灯笼海地点位在 彰化一安宫 距离海边只有短短一公里 为了立抗强劲海风 妙方绞尽脑汁 不只在灯笼下方甲榜树线 还漆上防水漆 三千颗灯笼将一路点灯到元宵 信仲前程执角要征求同一张武胆带回家 这是彰化元清官春节限定的向天宫戒胆活动 只要执角取得圣杯就可以把文胆或是武胆请回家 文胆祈求考试顺利步步高升 武胆则是象征事业顺利 春节限定季党活动文武胆限量都只有288个 让民众在过年期间沾沾喜气 祈求新的一年有好的开始 记者文威菲林博冲林一峰张华报导